我国莱纳斯分公司董事经理马萨·阿末今天就指出, 西土厂在未来三个星期后就能投入操作, 不过唯一的上买就是由原子能执照局所发出的临时营运执照还未到手。 马萨·阿末今天在关丹歌滨西土厂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已经符合申请临时营运执照五大条件的莱纳斯西土厂, 必须获得这张执照才能开始运作, 以及从澳洲运输西土原料到关丹。 他强调,要是西土厂的运作因为执照还未到手而被拖延, 那么莱纳斯公司将会蒙受损失。